- 大家剛才進來的時候有沒有拿到一塊錢? - 有! - 有嗎? - 要不要把你的一塊錢秀給我看一下 - 拿到這一塊錢 - 好,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- 如果這個一塊錢是你調的,你要不要去找? - 要找的舉手 - 一塊錢嗎? - 對,一塊錢,一塊錢,台幣一塊錢 - 要找,請放下 - 你覺得一塊錢還好啦,沒什麼,也沒關係啦 - 要不要找的舉手 - 還是人都不要找的,好好好,謝謝 - 好,我想問大家,你有沒有調過東西? - 有,你調過最貴的東西是什麼? - 你的靈魂,好,謝謝 - 還有嗎?東西,物質 - 手機,現在手機真的調的話真的很心疼對不對 - 如果是那個水果牌的話 - 你知道我調過最貴重的東西 - 就是車子 - 我調過最貴重的東西是車子 -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- 我跟文藍牧師念神學院的時候 - 我們家就有一台車 - 那台車是我們結婚的時候 - 我公公婆婆其實他們送給我們的一台車 - 所以它的價值不菲這樣子 - 然後呢,我們去念了神學院 - 我們剛結婚大概第二年 - 我們就去念了神學院 - 所以我們都住在學校裡面 -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開車 - 我們就把車給妹妹開 - 因為我妹妹是護士 - 那她要上大夜班 - 所以我們就說那車子給你開 - 那這樣的話它比較安全 - 因為大夜班下班的話 - 就回到家比較安全 - 所以我們就把車給妹妹開 - 真是太好心了 - 然後呢,就給她開 - 結果有一天她就停在我們那個 - 我媽媽家,就是我娘家的樓下 - 早上起來的時候就發現 - 車子怎麼不見了 - 她以為她停錯地方 - 就到處去找到處去找 - 都找不到我們的車子 - 然後那個時候非常流行 - 那個滷車勒索 - 所以我們就想說 - 啊,糟糕了,完蛋了 - 可能是被人家拿走了 - 所以不知道會不會接到什麼電話 - 才不到一天喔 - 我們就接到電話 - 因為我們的車上還留了電話號碼 - 因為有時候時候想說 - 那個鄰居會要我們移車嘛 - 所以我們就把維南牧師的電話 - 留在那個車上 - 所以那個歹徒呢 - 真的就打電話給維南牧師 - 她第一句話就說 - 你要不要你的車 - 然後呢,我們反應也非常的快 - 我們就問他 - 你要不要耶穌 - 哇 - 你知道那個歹徒很生氣 - 他就掛掉電話 - 然後呢,他就再也沒有打來了 - 我們想說糟糕了 - 現在沒有打來了 - 可是你知道我們就一直在禱告 - 我們就禱告神 - 讓我們可以找到我們的車子 - 就禱告禱告 - 我有點忘記經過了多久 - 因為實在太久以前的事情了 - 我忘記有多久了 - 有一天呢,我媽媽 - 她就跟一群人去爬山 - 突然呢,她就肚子很痛 - 她就肚子非常非常的痛 - 非常的腳痛 - 她就沒有跟人家繼續去爬山 - 她就跑到對面有一個餐廳 - 去跟人家敲門 - 去跟他說,我要跟你借廁所 - 結果就借了廁所 - 然後我媽就上完廁所以後呢 - 就出來 - 就過一個馬路 - 就一面就看見 - 那台車 - 跟我們家的好像很像 - 然後我媽不是很確定 - 所以她就過了馬路去看 - 結果真的是我們家的車 - 而且更妙的是喔 - 這個時候突然有那個警車 - 就這樣過來了 - 所以我媽就趕快揮警察 - 叫警察停下來說 - 這是我們家師妾的車 - 所以我們家的車就這樣找到了 - 哇,是不是很感謝神 - 這就是我們的神 - 那你知道嗎 - 上帝這個愛 - 不是只給基督徒的兒女而已 - 你知道我有一個姐妹 - 那我去探訪她 - 她的媽媽 - 她的媽媽一直不願意相信耶穌 - 一直不願意相信耶穌 - 然後就去探訪她的媽媽 - 跟她說 - 跟她聊天啊,跟她做朋友這樣子 - 然後呢,有一次去探訪 - 探訪完了以後呢 - 我就問那個沒有信主的媽媽說 - 我說媽媽,徐媽媽 - 那你要不要 - 我可以為你禱告 - 看你有沒有什麼事情是需要禱告的 - 因為她根本就不信耶穌嘛 - 所以她就說沒有啦 - 沒有什麼事情 - 沒有什麼事情要禱告的 - 可是她的女兒呢 - 就在旁邊說 - 媽,你不是有一條珍珠項鏈 - 一直找不到嗎 - 要不要禱告看看 - 然後她媽媽就想說 - 反正已經死馬當活馬醫了 - 好啦 - 好不好,那就禱告好了 - 趕快讓這個師母趕快回家 - 趕快把這個客人這樣就可以打發走 - 所以我們就禱告 - 就為那個可以找到那條珍珠項鏈來禱告 - 結果呢 - 過了不久以後 - 那個姐妹就很興奮來跑來跟我說 - 師母,我媽媽的珍珠項鏈找到了 - 我就說那在哪裡找到 - 她說就在她常常穿的一個西裝的內袋裡面 - 找到那條珍珠項鏈 - 她說可是她媽媽找來找去找來找去 - 通通都找不到 - 可是我們禱告完了以後 - 沒有過多久 - 她媽媽就找到那條珍珠項鏈了 - 後來她這個媽媽就 - 真的越來越相信神了 - 我現在有點不知道她有沒有信了主 - 但我要表達的是說 - 透過我們這兩個例子裡面呢 - 你會發現我們的上帝 - 她是有一個尋找的 - 找的這個特質 - 上帝會在尋找她的 - 找這個珍貴的 - 找她在意的 - 她去找 - 她是會去尋找的 - 我們今天要看的經文呢 - 在路加福音的一到十節 - 翻到了以後我們一起來讀好嗎 - 如果你需要聖經的話 - 你可以舉手 - 要不然我們就有PPT - 我們來看路加福音十五章 - 一到十節預備起 - 眾稅吏和罪人都挨盡耶穌 - 要聽他講道 - 法利塞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 - 這個人接待罪人 - 又同他們吃飯 - 耶穌就用比喻說 -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 - 失去一隻 - 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 - 去找那失去的羊 - 直到找著呢 - 找著了就歡歡喜喜的 - 扛在肩上回到家裡 - 就請朋友鄰居來對他們說 - 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 - 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- 我告訴你們 - 一個罪人悔改 - 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 - 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藝人 - 歡喜更大 - 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 - 若失落一個起步點上燈 - 打草屋子細細的找 - 直到找著嗎 - 找著了就請朋友鄰居來 - 對他們說 - 我失落的那塊錢找著了 - 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 - 我告訴你們 - 一個罪人悔改 - 在神的使者面前 - 也是這樣為他歡喜 - 這邊講到這段經文 - 其實我想大家不會太熟悉 - 不會太不難懂 - 這段經文他講到 - 第一個他講到說 - 有一個牧羊人 - 他有幾隻羊 - 一百隻耶 - 數學不錯 - 一百隻 - 可是有一隻走掉了 - 走迷了 - 所以他要撇下這九十九隻 - 去找那一隻 - 你知道一隻羊 - 大概是台幣 - 大概三萬塊到四萬塊 - 那我問你喔 - 如果你是一個牧羊人 - 你有一百隻羊 - 掉了一隻羊 - 另外九十九隻羊 - 約莫是台幣四百萬 - 你會為了一個 - 一隻三萬塊的一隻羊 - 撇下四百萬 - 把它放在曠野 - 然後去找那一隻羊嗎 - 你們會嗎 - 你們覺得牧羊人 - 應該要做這件事嗎 - 你覺得牧羊人 - 應該去找那一隻嗎 - 你覺得牧羊人 - 應該找那隻羊的舉手 - 你覺得牧羊人 - 應該顧那四百萬的舉手 - 四百萬 - 兩個都舉那要分身嗎 - 四百萬 - 可這邊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- 所以呢 -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- 那如果呢 - 八道十階就想到說 - 有一個婦人 - 她有十塊錢 - 一樣 - 她有掉了一塊錢 - 掉了一塊錢以後呢 - 她把那九塊放著 - 然後打掃她的屋子 - 細細的要把那一塊錢找到 - 如果你是那個婦人 - 你覺得 - 你覺得那個婦人 - 你覺得那個婦人 - 應該去把那一塊錢找到的舉手 - 放下 - 你覺得這個婦人 - 不需要找那一塊錢的舉手 - 她還有九塊嗎 - 她還有九塊不是嗎 - 所以呢 - 很奇怪對不對 - 其實這兩個比喻到底在講什麼 - 其實她都在講一件事情 - 都在講 - 到底這字羊 - 跟這一塊錢 - 到底有沒有價值 - 到底值不值得我們去把它找回來 - 其實對主人來講 - 其實主人在意 - 主人就去找 - 主人他裡面的看重 - 他就去找 - 我們接下去再看 - 另外一段故事 - 一樣下一段經文 - 十一到二十四節 - 我們翻到了以後 - 一起來讀 - 預備請 - 耶穌又說 -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- 小兒子對父親說 - 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 - 她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 - 過了不多幾日 - 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- 都收拾起來了 - 往遠方去了 - 在那裡任意放蕩 - 浪費資材 - 耗盡一切所有的 - 又遇著那地方大遭飢荒 - 就窮苦起來 - 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 - 那人打發他到田裡去放豬 - 她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夾充饑 - 也沒有人給他 - 她醒悟過來就說 - 我父親有多少的故宮 - 口糧有餘 - 我倒在這裡餓死嗎 -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 - 向她說 - 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- 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- 把我當作一個故宮吧 - 於是起來 - 往他父親那裡去 - 鄉離還遠 - 她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 - 跑去抱著他的景象 - 連連與他親嘴 - 兒子說 - 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- 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- 父親卻吩咐仆人說 -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 - 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 - 把鞋穿在他腳上 - 把那肥牛肚牽來宰了 - 我們可以吃喝快樂 - 因為我這兒子是死而復活 - 失而又得的 - 他們就快樂了起來 - 這邊就講到 - 這邊看到有一個小兒子 - 這個小兒子 - 他非常非常的不肖 - 對吧 - 與我們來講 - 爸爸還沒有死 - 他就跟他的爸爸說他要分產業 - 產業分了以後呢 - 他又沒有好好的用這個產業 - 他就跑到外面去放蕩 - 然後浪費這些資材 - 然後最後呢 - 他必須要去跟這個豬 - 一起吃這個豬的食物 - 然後他回來了以後呢 - 他本來覺得他不配當一個兒子 - 可是呢 - 他的父親呢 - 就遠遠的看到他 - 就跑過去抱著他 - 然後連連的親他 - 然後最後還給他什麼 - 穿上袍子 - 戴了戒子 - 穿上鞋子 - 還殺了這個牛毒給他 - 如果你有一個這樣的兒子 - 你會接納他嗎 - 誠實一點 - 如果你有這樣的兒子 - 你會接納他嗎 - 賞他兩巴掌 - 賞他兩巴掌 - 賞他兩巴掌 - 可是在這裡你會看到喔 - 這個爸爸他連忙的跑過去 - 親這個小兒子 - 我覺得這個小兒子他一定有 - 口臭 - 你不覺得嗎 - 我覺得這個小兒子一定有口臭嘛 - 你看他這麼久沒有洗澡 - 然後他一定很髒 - 他一定頭髮一定留得很長 - 然後鬍子一定也沒有刮 - 然後衣服一定也很破爛 - 然後而且我覺得呢 - 他一定有口臭 - 你們有那個 - 有沒有那個弟兄 - 那個剛醒來 - 然後呢滿臉胡渣 - 然後要去親你們家的女兒的時候 - 你們家女兒都會什麼反應 - 爸爸你好臭喔 - 爸爸你好髒 - 你的鬍子好髒喔 - 有沒有 -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兒子呢 - 他一定有口臭 - 可是這個爸爸呢 - 他竟然願意去這樣子抱著他 - 然後去親著他 - 我記得我的那個老大 - 老大出生 - 每個 - 我不知道家裡面的老大出生 - 大家是不是都比較有印象 - 我們家那個姐姐老大出生的時候 - 我第一次發現 - 哇 這個小孩的那個胎便 - 怎麼可以這麼臭 - 我聞到我女兒的胎便的時候 - 我第一個就是 - 我就很想吐 - 可是呢 - 接下來的日子 - 每一天每一天 - 我都去幫他這個拉 - 拔屎 拔尿啊 - 這樣子弄他 - 所以你知道這個父親 - 我們看到這些人 - 我們看到好像這個一個小兒子 - 他是這麼樣的一個糟糕 - 他是這麼樣的一個骯髒 - 可是他對這個父親來講 - 他就是可以抱著這個兒子 - 連連的親他 - 即便他有口臭 - 即便他很臭 - 即便他的衣服很髒 - 很破爛 - 而且還做了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 - 可是這個爸爸他仍然愛這個孩子 - 他給他戴上戒子 - 穿上袍子 - 還給他穿了鞋子 - 還為他殺了這個牛肚 - 沒有賞他倆幫掌 - 可是他卻是這樣子的對他 - 我不曉得你對於你自己的價值 - 你覺得怎麼樣 - 我不知道你自己怎麼樣 - 衡量你的身價 - 如果我們今天說到一個很有名的人 - 我們媒體都會報導說 - 他是多少身價的一個人 - 我不曉得你自己是怎麼樣看待你的身價 - 有一些人呢 - 他們出生的時候其實他們被期待是一個男生 - 可是他們卻是一個女孩 - 或者是有一些人呢 - 他們是爸爸媽媽不小心又多懷的 - 或者有一些人呢 - 好像他是在這個排行的中間 - 在你的原生家庭裡面 - 你會不會有的時候 - 好像爸爸媽媽原來是非常的愛你 - 可是好像心裡面有時候會有一個小小的問號 - 我好像不是那麼的重要 - 那或者是你怎麼樣衡量你自己 - 可能我們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認真的在工作 - 就你小的時候你曾經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大人 - 你小的時候 - 香港小姐好誠實 - 你們那時候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大人 - 當你還15歲的時候 - 20歲的時候 - 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大人 - 那如今你到了這個年紀 - 你有成為你想像當中那個大人嗎 - 好 或者是說你覺得 - 你好像這個年紀三四十歲 - 應該要有一些什麼樣的成就 - 可是現在好像 - 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一個上班族 - 然後每天在這些往返 - 淹沒在這些日常的往返當中 - 或者是我不曉得你是不是從南部 - 中南部上來 - 或是從外島來的 - 然後在這個地方來拼命 - 在北漂來這邊 - 好像這個城市裡面充滿了這些工作的機會 - 可是你卻發現在這個城市裡面 - 哇 什麼都買不起 - 我不曉得你怎麼樣看待你自身的這個價值 - 我覺得我們人很特別 - 有的時候我們好像覺得自己不怎麼樣 - 就是你比如說你可能去開了一個同學會 - 然後看到你的同學們 - 各個都很有成就 - 就覺得自己好像不怎麼樣 - 但是轉身呢 - 又看到另外一個同學 - 我比他好像也還不錯 - 比上不足 然後比下又有餘 - 或者要過年了 - 好像又還可以包出一個像樣的紅包給長輩 - 又覺得自己好像還不錯 -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裡面 - 我們常常就是一個擺盪的一個狀況 - 有的時候你可能覺得自己很差 - 不怎麼樣 - 可是有的時候你好像覺得自己 - 又蠻厲害蠻了不起蠻驕傲的 - 我不曉得你會不會這樣子看你自己 - 但是你知道我們不管我們怎麼看我們自己 - 其實呢 - 一點都不重要 - 我們怎麼看我們自己 -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- 因為上帝他在意我們 - 因為我們的主人 - 他在意我們 - 所以牧羊人 - 他在意他那隻羊 - 他就會去找 - 富人他在意那一塊錢 - 他就會去找那一塊錢 - 所以你們剛才拿的那一塊錢 - 是我的一塊錢 - 所以你們等一下全部都要還給我 - 所以我要講的是 - 不管你覺得那個一塊錢 - 你覺得值不值得去找 - 你覺得怎麼樣 - 不重要 - 重要的是我覺得怎麼樣 - 才重要 - 所以你們有明白我要跟你們表達的嗎 - 就是我們覺得我們自己 - 身價如何 - 我們自己重要還是不重要 - 其實呢 - 一點都不重要 - 好 再繞口令嗎 - 重點是我們的主人 - 我們的主啊 - 我們的主 - 他在意我們 - 他在意我們 - 他在意我們 - 他非常的在意我們 - 非常非常的愛我們 - 所以你們那個一塊錢是我的 - 你們剛才想找也好 - 不想找也好 - 重點是 - 我那個一塊錢 - 你們等一下全部都要還給我 - 因為我才是主人 - 我們也是一樣 -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- 不管你覺得你自己重不重要 - 不管原生家庭給你的印象是什麼 - 不管你來到這個台北這個城市 - 這個城市怎麼樣評價你的 - 這些都不重要 - 重要的是我們有一位愛我們的主 - 我們的天父 - 他非常非常的在意我們 - 跟看重我們 - 而今天每一個坐在這裡的人 - 還有在線上的人 - 我要講的是 - 其實上帝都已經找到我們了 - 找到我們每一個人 - 找到你了 - 上帝就已經找到你了 - 所以你今天是坐在這個地方的 - 上帝他非常的在意我們 - 甚至把他的獨生愛子都賜給我們 - 我們要來看一段經文 - 這段經文在撒加利亞書的三章一到五節 - 我想大家比較少讀撒加利亞書 - 我們一起來看 - 撒加利亞他是一個先知 - 我們來看撒加利亞書的三章一到五節 - 預備請 - 天使又指給我看 - 大祭司約書亞 - 站在耶和華的面前 - 使者面前 - 撒旦也站在約書亞的面前 - 右邊與他作對 - 耶和華向撒旦說 - 撒旦啊 耶和華責備你 - 就是拣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 - 這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嗎 - 約書亞穿著誤會的衣服 - 站在使者面前 -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 - 你們要脫去他誤會的衣服 - 又對約書亞說 - 我使你脫離罪孽 - 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 - 我說要將捷徑的冠冕戴在他頭上 - 他們就把捷徑的冠冕戴在他頭上 - 給他穿上華美的衣服 - 耶和華的使者站在旁邊站立 - 這邊你會看到他這邊在講的是一個 - 在天上 - 或者你可以說是他在一個 - 靈界的一個情境 - 這個大祭司約書亞 - 他站在這個神的面前 - 而這個撒旦他站在約書亞的右邊 - 這是一個天上 -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天上的一個法庭 - 或者他是一個天上的情境 - 或是在靈界裡面的一個情境 - 這個大祭司約書亞 - 不是那個帶領以色列出百姓的約書亞 - 不是 他是一個大祭司約書亞 - 他是一個約書亞 - 他在站立在這個神的面前 - 然後誰在他的右邊 - 撒旦 撒旦在他的右邊 - 撒旦在他的右邊 - 撒旦他這個右邊他在做什麼呢 - 他在不斷地在控告這個約書亞 - 他不斷地想要指責這個約書亞 - 他想要控告約書亞 - 想要指出他的罪無來 - 可是這個時候 - 耶和華對撒旦怎麼說 - 他說撒旦阿 - 耶和華責備你 - 就是拣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 - 這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嗎 - 他在講的是這個約書亞 - 他是一個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 - 在火中裡面的這個柴應該會被怎麼樣 - 會被燒毀 - 會被燒成灰燼 - 會沒有對不對 - 會毀掉 - 可是他就講到這個約書亞 - 他站在神的面前 - 好像那個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 - 所以上帝他把這個約書亞 - 他就像是這個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 - 他要拯救這個約書亞 - 所以這個約書亞 - 他是被上帝所拯救的 - 而撒旦在旁邊一直好像要控告這個約書亞 - 可是這個上帝就責備這個撒旦 - 叫他閉嘴 - 叫他閉嘴 - 因為這個是神他拯救的 - 然後接下來你看第三節 - 第三節他說約書亞 - 他穿著誤會的衣服 - 站在使者的面前 - 然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 - 你們要脫去他誤會的衣服 - 所以呢 - 神要把這個他誤會的衣服脫去 - 然後呢 - 他說我要使你的罪孽 - 我要使你的罪孽脫了你的罪孽 - 然後給他穿上這個華美的衣服 - 然後第五節呢 - 他繼續講這個捷徑的冠冕 - 戴在他的頭上 - 他們就把這個捷徑的冠冕 - 戴在他的頭上 - 其實他這邊其實在預表一件事情 - 就是其實每一個基督徒 - 都像是這個大祭司約書亞一樣 - 我們站立在上帝的面前 - 可是我們的旁邊呢 - 就有這個撒旦 - 不斷地在控告我們 - 不斷地在講我們 - 不斷地想要定罪我們 - 或者是有的時候 - 他是用這些好像 - 過往的一些傷害 - 想要把我們好像拉走 - 好像想要影響我們 - 可是上帝呢 - 就責備這個撒旦 - 叫他安靜 - 因為他說了 - 這個約書亞 - 或是說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- 都是上帝 - 他從這個火中 - 抽出來的一根柴 - 他是抽出來這根柴 - 而這根柴是上帝他所拯救的 - 所以他這邊講到是每一個基督徒 - 其實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- 我們好像在這個世界裡面 - 你會覺得我們好像每天這樣的生活 - 你可能沒有感覺 - 可是實際上我們在另外一個靈界 - 或者是我們在另外一個世界裡面 - 我們其實是處在另外一個靈界裡面的 - 那這個靈界裡面呢 - 其實我們都是每一個人 - 其實我們本來都像約束亞亞 - 穿著這個污秽的衣服 - 是骯髒的 - 這些的污秽衣服可能是我們曾經犯過的罪 - 或者是別人因為別人的罪 - 對我們的這些傷害 - 然後那些傷害好像也正在影響我們的生命 - 或是影響我們的思想 - 然後這些衣服是很骯髒 - 是污秽的 - 可是呢 - 上帝在這邊責備這個撒旦 - 叫這個撒旦安靜 - 因為上帝說了 - 我們每一個人 - 都是他從這個火裡面 - 抽出來的一根柴 - 然後我們這些骯髒 - 然後污秽的衣服 - 其實神就要使者把它脫去 - 讓我們可以穿戴上那件乾淨 - 那件潔白的衣服 - 所以我們會想到 - 其實是耶穌基督的這個保血 - 祂的保血洗進我們一切的這個污秽 - 好使我們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 -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- 從火裡面抽出來的一根柴 - 所以我不曉得大家對於自己 - 你對於自己的看法是什麼 - 我不知道你對你自己的看法是什麼 - 但是事實上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- 我們每一個上帝的兒女 - 我們在神的面前 - 我們在上帝的面前 - 因為耶穌基督 - 祂的保血的緣故 -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是 - 穿上那件潔白的衣服 - 可是那個撒旦他有的時候 - 他常常會在旁邊 - 他想要再來影響我們 - 可是不要忘記了 - 上帝斥責那個撒旦 - 叫他安靜 - 因為我們已經是他從火裡面 - 抽出來那根柴 - 我知道有時候基督徒的生活 - 起起伏伏 -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有這樣子的 - 你是不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- 就是常常是起起伏伏的 - 好像就是有一個力量 - 要把你拉回去 - 藉著一些事件的發生 - 藉著一些情境 - 藉著一些人說的那些話 - 好像要把你從現在的這個 - 上帝的這個兒女的身份的地位 - 好像要再把你重新再拉回去 - 以前穿的那件污污的衣服 - 可能是一些你曾經受過的傷 - 因為一些事情 - 因為一句話 - 好像又絞盡了你以前的那些記憶 - 然後那些記憶好像就生出一些恐懼 - 讓你面對新的挑戰 - 面對新的未來的時候 - 你裡面有很多的忐忑不安 - 或者是好像你有一些罪的問題 - 而這個罪的問題 - 好像現在又在勾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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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要你再次陷入那樣的一個罪屋裡頭 - 可是不要忘記了 - 上帝說我們是他從火裡面 - 抽出來的一根柴 - 我們每一個上帝的兒女 - 其實我們都是被上帝所寶貝 - 而且是被他已經找尋回來的 - 我們是何等的寶貝 - 我們的那個價值 - 不是我們自己說了算 - 而是神 - 祂就是在意我們這樣的一個人 - 祂就是在意我們 - 上帝祂有尋找的這個能力 - 而且祂有尋找的特質 - 而且祂找找回來的每一位 - 都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價值的 - 因為耶穌基督祂的寶血 - 已經全然的洗進我們 - 我們是何等的有價值 - 不但是上帝祂可以尋找我們 - 而且我們其實也可以尋找祂 -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節 - 它說到 -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 - 尋找的就尋見 - 叩門的就給祂開門 -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可以尋找上帝的 - 我特別要講的是 - 如果在當中 - 如果你還沒有決定 - 要相信上帝的 - 我要說如果你今天已經坐在這裡了 - 那就是上帝祂已經找著你了 - 祂已經找到你了 - 不要再離開了 - 不要再去別的地方了 - 因為上帝祂找著你 - 祂要把這份愛全然的給你 - 而你也可以來跟上帝 - 來對話來尋找到祂 -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信主 - 我要恳求你 - 我要請你好好的來想一想 - 我們十月份有受洗 - 你是不是願意可以 - 來成為上帝的兒女 - 來相信祂來信靠祂 - 一生都在上帝的保護當中 - 我要來特別邀請那些 - 還沒有相信的人 - 另外我也要來邀請 - 我們這些已經是在神的家中的 - 我們都是被找著的 - 如果你好像有的時候 - 不小心又遺落了 - 遺落了上帝那份愛 - 好像你有的時候又懷疑了 - 你又懷疑上帝了 - 上帝真的是信使的嗎 - 上帝真的是值得信靠的嗎 - 如果當你有這樣的懷疑 - 或是你有一些恐懼 - 在你的心裡面的時候 - 不要忘記路加福音他這邊講的 - 他說凡乞求的就得著 - 尋找的就尋見 -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- 所以你也可以隨時的 - 來跟上帝來找他 - 來跟他對話 - 神願意把他的道 - 把他的愛啟示給你 - 那另外我覺得我們也不要忘記了 - 我們已經是被找到的人 - 而上帝他還有很多很多的孩子 - 很多很多的小兒子 - 他們正好像在外面 - 在流離失所當中 - 我們也要把他們一起 - 給找回來 - 那所以我就要來特別來介紹一下 - 我們教會十月份以後 -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- 對外的一些這些活動 - 我們先看我們剛才那個尊治有講到 - 對不對 - 尊治有講到是我們的那個讚美超 - 我知道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去參加讚美超的 - 可以舉一下手嗎 - 好 讚美超 - 還有如果你們想要更了解讚美超的話 - 也可以問一下美雲姐跟阿喜哥 - 他們其實就是他們是我們讚美超的同工 - 所以你們可以問他 - 這個禮拜他們是第一次 - 接下來他們還會繼續的有讚美超 - 其實他們動不動都覺得還蠻開心的 - 對吧 - 再來呢 - 除了這個讚美超之位 - 我們從12月份 - 10月6號開始 - 然後10月29號呢 - 我們有這個醜爸的親子講座 - 這個呢 - 其實也是在我們的禮拜天的下午 - 有這樣的一個親子講座 -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 - 身旁有一些有孩子的家庭 - 其實你是可以邀他來的 - 好 再來就是12月2號 - 好 - 12月2號 -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- 那個視覺的設計 - 好 - 前面的愛情 - 一個夫妻的工作坊 - 夫妻成長的工作坊 - 那這一次呢 - 我會跟我娘牧師 - 我們會一起來帶這樣的一個工作坊 - 它是一個整天的 - 那重點是它有托兒 - 它有托兒的服務 - 是4到10歲 - 4到10歲 - 我們會有童工來幫你 - 雇你的孩子 - 所以是4到10歲的這個托兒 - 那這個工作坊呢 - 其實它是要來增加夫妻之間的這個 - 愛意信任度跟親密感的 - 所以你不要想說 - 我們夫妻是不是出了什麼大問題才要來 - 不是 - 它就是一個日常的一個維護 - 日常的一個保養 - 所以這個呢 - 你可以邀請非信主的基督徒 - 他都可以來 - 他可以來參加這樣的一個工作坊 - 但他必須要夫妻一起來 - 因為在當初我們會有很多的一些操練 - 那這個活動內容我們會 - 從一開始我們會談 - 我們園中擁有的果實 - 夫妻之間所擁有的這些美好的這些果實 - 優勢 - 然後再來呢 - 我們會談一些溝通的技巧 - 然後到了下午呢 - 我們也會來看我們的婚姻的一些狀況 - 要怎麼樣來改善 - 然後最後我們會有一些先知性的服飾在當中 - 所以呢 - 這是一個一整天 - 從12月2號 - 它是從早上9點半到晚上的8點半 - 所以中間我喊了兩餐 - 就是中餐跟晚餐 - 那孩子們呢 - 我們也會為他們預備這個餐食 - 那這個我們原來的價錢是2000塊 - 那最後我們會是用1000塊 - 如果找鳥家的話 -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想要請大家 - 你可以自己來參加 - 然後也想邀請你們的朋友來參加 - 你們的服務員 - 但是要夫妻一起的 - 12月2號 - 然後再來呢 - 今年也很特別 - 在12月9號跟10號 - 我們有一個跟南港聯導會 - 一起合辦的聖誕市集 - 這個會在CityLink辦 - 南港的CityLink辦 - 它會在南港的一樓 - 然後會有很多很多的攤位 - 我們已經在規劃 - 已經在想這些攤位的內容 - 應該都會蠻有趣的 - 那所以這個你們就可以 - 帶你們的朋友一起來玩 - 不管是長輩或是孩子 - 其實都可以一起來玩 - 然後再來呢 - 就是12月23號 - 我們每一年 - 我們都會在這個場地 - 我們一樣會有這個 - 兒童的聖誕市集 - 那今年也一樣會有 - 是在下午的時間 - 所以就是 - 教會其實為大家 - 預備了非常非常多 - 這樣的一個管道 - 目的其實就是 - 不是我們自己 - 在這個神的家中 - 我們好像過得很快樂 - 很愉快 - 我們自己內聚 - 很溫暖就好了 - 重點是我覺得 - 我們可以更多的去體會 - 天父愛我們的那個心 - 天父愛我們的心 - 天父愛我們的心 - 我不曉得你 - 從你信主以來 - 你自己覺得 - 你的生命裡面 - 是更加甘甜 - 還是更加困苦 - 我自己覺得 - 我從信主以來 - 我覺得我的生命 - 其實是越來越甘甜的 - 那我覺得 - 有這麼多的活動 - 其實 - 當然是 - 你就邀請你的朋友來 - 那一個人 - 他可以信主 - 他可以歸入主名 - 他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- 其實不會只是一個人的工作而已 - 我想我們是需要 - 每一個人都一起去幫忙的 -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 - 踏進教會 - 是我國小四年級的時候 - 那時候我們 - 我們家裡面都沒有人信耶穌 - 我國小四年級的時候 - 就第一次踏進那個教會 - 那是我的同學 - 小學四年級我的一個同學 -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的名字 - 他帶我進到一個教會去 - 然後中間呢 - 我就沒有任何的機會 - 再去到教會 - 一直到後來 - 我的大舅舅從美國回來 - 我又再一次的 - 有機會可以去到教會 - 然後後來在學校裡面 - 又遇到一些 - 很關心我的基督徒的朋友 - 然後呢 -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- 所以呢 - 然後我有去到教會 - 就是我要表達就是說 - 其實 - 可能你會有的時候 - 會帶人信主 - 你會有一點挫折 - 就覺得怎麼我好像邀他 - 一次兩次他怎麼就沒有來了 - 不見了 -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 - 我們每一個人都好像是在接力賽一樣 - 都去接住那個棒子 - 如果教會有了這麼多的活動 - 當我在講的時候 - 也許你就腦海裡面已經想到 - 有哪一些人是好像有這個需要 - 或是他可以來參加 - 他適合 - 那我們就來邀請他 - 把他一起邀請到我們這些 - 教會裡面這些活動來 - 特別在聖誕節的時候 - 很多人其實他們會想要去過聖誕節 - 可是外面很多都是商業的這些活動 - 但是教會裡面才有真正的一個福音 - 所以鼓勵大家可以邀請你的朋友來 - 那不要挫折 - 像我有一個大學的同學我邀了他 - 從大學我就邀他 - 然後到現在他都還沒有信主 - 但是仍然不要放棄 - 我們仍然可以在日常裡面關心他 - 為他禱告 - 甚至再更多的來邀請他 - 所以給大家這麼多的選擇 - 所以真的是上帝是一個尋找的 - 每一位住在這裡的 - 其實我們都是被上帝所找著的 - 上帝所寶貝的 - 他在意我們 - 他非常非常的在意我們 - 而上帝他其實也在意那些 - 好像還在外面尋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- 尋找不到愛的這一些人 - 透過這一些活動我們一起來 - 把上帝的這些羊可以找回來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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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帝的這些羊可以找回來